歡迎收看展哥講股 越講越漲 開高走低沒關係啊 外資連買千億了 最近買超真的是很大 所以我覺得準備好 我們要全力出擊了 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 來首先帶大家看一下 今天真的很有趣 外資這種盤 你想說是不是外資會大賣 沒有 外資是逆向是大買的 所以今天賣的不是外資 所以是誰 也不是投信 也不是自營商 那就是開高就是散戶 散戶就想賣 對不對 所以你看外資反而是逆勢在撿股票 所以你說這個盤 年後我認為真的就是大行情 沒有什麼大問題 就是這樣 OK看一下指數 指數今天當然是開高了 不過其實我昨天還前天就在講 我認為年前要過這個高點的機率沒那麼高 最多也是碰一下也要下來 大概就是這樣 因為沒有必要在年前拉過這個位階 沒有必要 所以這個地方我覺得還是可以守 但是你說實在話強不強 這個地方沿著五日線 五日線都還沒跌破 這一天外資開始大買的那一天 你看這一根K棒劃過來根本就沒碰到 對不對 完全就是守住 完全就守住 還守住五日線 所以整個盤勢就是強 沒有問題 所以我一直說 年後的行情一定很重要 因為剩下兩個交易日嘛 今天禮拜五了嘛 你真的要急著這兩天買嘛 也不見得 但是你看講實在話 你看今天 銀幫就給我逆勢上工 我本來想說年後再把它接回來 就今天就給我漲停板 對不對 所以我認為 有些股票當然會發動棲息 沒有問題 但是OK年後不怕找不到股票 所以年前我會帶會員 持股過年的股票 大概都還是比較穩健的 因為在這一段時間 我認為在電子族群 可能波動較大 然後再來年後 2月1號就要公佈那個利率決策 所以利率決策出來 也有可能會影響行情 那我們就避開波動比較大的電子股 然後報一些傳產 這些來過年 我覺得沒有什麼問題 報得也安心 大概是這樣 來 所以大盤指數大概是這樣 OK 我們看一下OTC 來OTC今天就明顯比較弱 剛剛大盤還是收漲0.6% OTC很明顯就下來 所以今天是站上五日線 今天早盤是有在五日線之上的 後來盤中就跌破五日線 跌破五日線 所以OTC相對比較弱 所以那支的主力 真的就準備收工過年 收工然後休息 等過完年再來拚 所以我覺得目前的狀況 大概會是這樣 所以不用急著一直要買 年後我覺得很大把的機會 當然我鼓勵大家是年前加入的話 會多送一個月 這是一個優惠的部分 那這個狀況 我認為年後一定會有大行情 來 每天下半十分鐘 訂閱展哥講股 每天下半十分鐘 來掌握一下最新行情 然後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個股的部分 首先我們要跟大家討論 就是說銀邦 銀邦這個狀況 你看為什麼他今天又漲停板 12月營收出來年增率是166.91% 其實當然今天13號大前天出來的 大前天出來 其實我就想要找機會把它買回來 不過有點可惜 沒關係 全年營收還是年增59.35% 所以年後有沒有機會有行情 我認為還是有 第三季 它的整個營收是15.2億 然後EPS對應出來是3.59元 那第四季的營收連續成長 大幅成長來到19億 如果用這樣來推估的話 用營收的那個比例來推估的話 EPS大概要4.48 所以全年來估的話 EPS可能會落在11.23 今天漲停板121塊 所以本益比才10.6倍左右 我認為這個狀況還是非常不錯的 然後再來我們是說伺服器這一塊 是不是一個大題材 第一個Intel最近推出新的EgoStream的那個 那個新的那個伺服器的平台 所以跟上一代的處理器來做比較的話 他一般性的運算 效能大概提升53% 然後在AI的部分 AI的部分大概性能提升大概10倍 10倍 所以伺服器這個題材不管是在AI 在雲端在大數據 甚至我們常看Netflix這種串流媒體 原宇宙VR AR 自動電動車自動駕駛 這些都是需要大量的伺服器 所以我認為伺服器會是一個 全年都有可能有機會的題材 甚至可能延伸一年兩年三年都有可能 我認為大概狀況會是這樣 所以有些法人故事到2025年 都會持續成長 所以剛剛的那個平台的部分 我們講一下他的虛擬無線接觸網路的能力 也提升兩倍 然後資料壓縮資料分析的能力 大概提升三倍 所以在Intel新的伺服器的平台這邊 國際大廠已經相繼導入 包含Amazon 包含Google 包含Microsoft 包含IBM 包含Oracle 就是甲骨文 包含NVIDIA 這些都是導入新的伺服器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伺服器換代 其實伺服器的概念 你不要想太困難 其實就是一般電腦 就是比較專業化的電腦 概念上是這樣 所以電腦有換機需求 但是一般的我們用的PC 用的Notebook 你換機需求可能三年五年才來一次 但是伺服器會更快 伺服器會更快 因為它的效能等等的 還有它的電費 這個地方電費耗損很大 所以像包含技嘉開發一個什麼 浸在水裡 浸在水裡的伺服器 這目前是打入台積電 所以你看浸在水裡 冷卻的速度更快的時候 那整個效能又可以更好 可以把整個電腦更超 對不對 我以前大家組裝PC的時候 就說這個CPU可不可以超 概念上就是這樣 OK 所以這個部分我認為 這個銀幫也是還很有機會 那包含我們講JPPKY 這些都是伺服器題材 不然最近的大概講情城 也是伺服器飢渴的題材 我認為這個部分 伺服器會是一個 接下來很大的一個投資區塊 那當然我個人也是很看好元宇宙 最近我也在看一些元宇宙相關的資料 相關的書籍 我認為元宇宙也有非常非常大的空間 所以這個部分我覺得可以 那個給大家做一些參考 來我們看一下銀幫 來銀幫 那個今天當然漲停121塊 也是瞬間急拉 我們看一下他的分時走勢 今天盤中對不對 這個地方你看 我們之前是不是說突破當日高點 對不對 所以這個位階有沒有帶量 這邊是帶量突破 所以就急拉就上去了 所以早盤我還在那個同學會整理資料的時候 我就在推這一檔 就想不到後來就在漲停了 後來就漲停了 所以今天漲停很少 銀幫是其中之一 那個時候我們是在這邊買的嘛對不對 OK 所以這個地方我認為我還會持續關注 不過那個後續 當然我認為年後可能會有更多的題材 不過最近這一段時間我都有在那個環宇做連線 所以連線這一塊我都有提醒大家很多 特別是我們自己的影片 我有提醒大家說什麼 那個12月26號的時候 我就跟大家講PA嘛 PA三雄的族群 這都是有圖有真相的 我特別在講 來我們今天就來看一下 來12月26號是在哪裡 在這一天這麼巧剛好點到 來這一天 這一天的時候是不是說他們拉回到季線是有手的 8086很明顯 8086是明顯是有手 所以你看那時候我們在講這一檔股 這一組的股票的時候 其實也是講在起漲點之前 包含最近講的8420 那個時候我們在推的時候是在講這裡 在這邊 包含4763 資料 這都是公開的 所以你可以直接搜尋我的名字 去YouTube搜尋我的名字 加股票 你就可以找到說那一天的影片 所以我們都推薦在起漲點 推薦在起漲點之前 包含那個5284 CPP也是 都是起漲之前 所以這個部分 像3105我們講 OK 回到3105 來這一段 我們在這邊跟大家推薦 是不是漲一段 漲一大段 但漲上來很明顯 這個地方 大家就開始有些獲利了結的賣壓 這裡是不是延伸到這邊 到這邊的頭部區 到這裡的頭部區 所以這邊拉回很正常 所以不要覺得怎麼樣 所以之前有聽 有看影片有去買的 那當然獲利了結沒有問題 但是回頭有沒有機會再買 我認為還是有 還是有 這邊季線都是向上的 所以現在很多的電子族群 它目前的狀況就是這樣 季線向上 我們講季線向上 價格在季線之上 兩個條件 叫做波段的多頭 所以這些的個股族群 都可以注意 其實同時間 我在連線的時候 在講PA這一組的時候 我也講很多 包含什麼 2327的國具 我說被動元件 也是非常重要 電子股裡面的景氣循環股 他們都是先行指標 所以你看同時間在講的時候 這一段 這一段 都是直接賺到的 都沒有問題 然後當然還包含什麼 2408 記憶體 你看同一個時間點 都是漲一波 不過當然相對的 像這個 友達這些 漲的就少很多 但是也是漲 也是漲 所以都沒有問題 這些是一些產業的概念 產業上下有輪動 各股的特性 哪一些族群 哪一些族群 哪一些族群會有哪一些特性 他們代表什麼意義 其實我們在看股票的時候 最重要的事情是這一個 我們怎麼從這中間理出這個邏輯 理出這個思緒來 搭配基本面跟技術面 其實操作上就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接下來年後的行情會很精彩 真的會很精彩 所以大家記得 我們年前我們就不用講太多了 年後的狀況 我認為外資歸對 然後外資買了1000億 我覺得多頭絕對不變的 然後敘事待發準備全力進攻 當然剩下兩天 也不一定說沒有什麼好股票 可能會稍微買一點 但到目前為止 我的策略大概是持股 我大概落在四成 四到六成之間 我大概目標大概是這樣 我現在手上大概是四成 所以我有可能會再買一檔 再買一組 再買一個部位 有可能會是這樣 但是大家一定要把握時間 因為年前我才有加證一個月 所以如果你年前加證的話 你還會多 你還會有賺到 你這樣整個平均層門又會攤下來 所以年後整個行情 我認為主軸回到電子族群 可能就會很刺激 然後去年全部人 大家都悶了一整年對不對 像我們自己在操作的時候對不對 像去年 我們做的 像新生理做的那一段 也是很辛苦啊 8478 差不多同個時段 同個時間點 這裡一段這裡一段 4755三幅畫這邊 這邊我們都是怎麼樣 都是趁大盤在整個空頭格局裡面一個短線的小波段 我們來做上去 來逮到機會來做上去的 但是你看近期我們點名什麼什麼沒漲對不對 銀邦也漲 JPP也漲 華夏也漲對不對 然後剛剛講的PA三雄 然後一大堆嘛 什麼材料KY 名揚 一檔接一檔漲 這就是什麼 這就是多頭的氣氛 所以現在你看 從大盤的角度來看 這個位階 你告訴我是高還低 很多人就想說 漲到萬五了怎麼辦 還會不會有行情 我跟你講 你從萬八來看的話 萬五這算什麼 從這個圖來看 現在這個位階算什麼 根本就還是一半都不到 半三幽都還不到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地方我認為都還很有空間 甚至我們講 這一段漲上來大概花了一個月 所以這邊休息也大概花了一個月 如果再漲再花一個月 漲到萬六有沒有可能 我認為是很有機會 所以這個高點 我認為年後是絕對就要過了 所以大家把握這個機會 好好 在悶了去年一整年之後 新的一年 在新春的這一段時間 好好把握機會 掌握今年2023年整個大盤 在低基期 在貨幣政策 激進貨幣政策到尾聲 然後銜接財政政策 銜接電子股景氣回春 的這個行情 請務必要好好把握 準備一定要全力進攻 歡迎打電話進來 0800370888 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祝大家投資順利 然後當然新春愉快 拜拜 拜拜